历东家的时候在讲到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要想不想再来世 尤其是我们在永迟 我们在人生只有一辈子 然后再来可能要进到审判 然后到新耶稣新天新地的那一个城市里面 那他就问说你要不要想跟小孩子 以后在永迟里面相见 他想想 因为我的小孩子在新耶稣好像脸又变坏 后来把那些派派去掉 心里也还不错 后来他就在看迪东安比加州 我博步在美国那时候就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妇人 我妈妈不太适智 她小学日本实在是读到小学院典籍 所以她基本上算是文盲 适智是不多 她要看样子而已 所以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妇人 她这样到这边 她可以信耶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就突然在桃园 然后我哥哥或弟妹妹有时候会带她去教会 她就觉得 哇这边这边有时候 什么都 人家请来请去 她有时候不好意思 我一定说我一定要带一个什么东西去 这边就带她的 不然老百姓 感谢观看